并密度挡固醇 并密度挡固醇 向来被视为心血管疾病和脑中风的凶手 国内最新研究证实 并密度挡固醇中的LY物质 才是造成血栓 破坏血管内皮细胞的影凶 从这个并密度挡固醇里面 透过一次去做分析 发现它的有一群叫做LY 造成中风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中国医药大学助理教授沈明毅 所率领的研究团队 就针对30多名急性脑中风患者 抽血分析 发现部分患者的总挡固醇 低密度挡固醇和三酸钢油脂都正常 确定发脑中风 借由仪器进一步分离发现 这些急性中风患者的L5 非常的高 它的比例非常的小 相较于正常人 大概几正常人多了40倍 会造成血管的受损 它会让脑中风更容易造成血管的形成 医师表示 这个发现有助于民众 可以透过医院抽血检查 身体的L5浓度 来掌握自己的健康 一般健康民众 L5正常值 约0.5% 如果体内L5浓度过高 如果它的百分比超过了10 那我们就会特别提醒它说 那你可能会有 这个细节版的一个风险 你的L5被我们检测出来 要接近20% 你有非常严重的重风的风险 如果发现自己体内L5浓度过高时 医师则是建议 多吃蔬菜等饮食习惯改变 来避免L5浓度过高 视频中心台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